东方财富的护城河优势已被打破 未来互联网券商的竞争将加剧 2月14日 东方财富上午收盘暴跌11.63% 市值跌破3000亿元人民币 午后股价未能反弹 继续下跌 最终收跌13.36%报27.49元 市值将至2850亿元 Win的数据显示 当日东方财富成交额 达人民币156.4亿元 位列A股第一 针对公司股价大跌情况 东方财富董毅办公室工作人员 2月14日回应媒体称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此前另据媒体报道 东方财富正在申请注册关灯吃面商标 有投资者调侃 今天的东方财富是真关灯吃面 东方财富方面对此回应称 公司运营的论坛里 十多年前出现关灯吃面这次 近期发现有些公司和个人在注册关灯 吃面商标 为防止恶意注册或利用 公司在2021年8月3号 提交商标注册申请 以进行保护 经测研究所所长陈静荣认为 东方财富2月14日股价下跌 与机构重仓 与机民资金流出有关 他告诉《八轮周刊》中文版 东方财富是中国第三大公募基金重仓股 北上资金持有东方财富10%以上的流通盘 在汇率贬值的预期下 在股票下跌 基金净值下跌 机民赎回 基金经理被迫减仓的循环未被打破的情况前 股价还将持续回调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影响了资金流动性 另一方面 网信证券破产重整结果落地 指南珍确定成为重整投资人 一至2月14日股价承压的重要因素 《八轮周刊》中文版认为 这打破了东方财富的护城和优势 是将加剧未来互联网券商的竞争 整体来看 2021年A股券商板块的景气度较高 相关公司的基本面表现亦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东方财富预计 2021年归属商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71.62%到86.27% 据WIN数据 在2月1日至10日间 东方财富刚刚获得了12家机构的最新投资评级 其中 招商证券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中银证券 华泰金控 中泰证券等7家机构给予了买入评级 而在东方财富2月14日股价暴跌之前 消息密在周末 率先洗扰了投资者对券商板块的情绪 中银国际证券2月12日发布 关于中银证券国证 新能源车电池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合同不能生效的公告 理由是 未能满足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的条件 成为2022年首职募集失败的基金 平安证券2月13日的基金行业周报指出 最近放榜的2021年四季度基金销售机构 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数据显示 授权业资产表现不加影响 四季度基金发行趋缓 第三方代销机构占有率显著提升 银行 券商公募基金销售保有量小幅下滑 与此同时 东方财富正在申请注册关灯 吃面商标的消息也在市场流传 引发热议 关灯吃面是关于A股市场的一个网络流行语 近十年来被广泛用于描述股市暴跌时散户的心态 市场整体波动 大盘剧烈调整 新基金表现平淡 基民收益不佳等因素 皆对投资者对基金销售业务的整体预期 产生负面影响 2月14日 券商板块整体出现大跌 WIND券商指数下跌4.66% 除了东方财富外 广发证券 长城证券 华泰证券 香财证券等跌幅局前 陈定荣认为 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正在显现 他指出 从国内一月涉容数据可以看出 居民中长期贷款还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股市楼市悄悄板效应明显 同时 今年以来北上力量的浅弱 连加宏观经济下行因素 也有可能波及行情 2月13日 华创证券在非银行金融行业周报中指出 目前券商板块的板块轮动加快 指数承受考验 在低风险偏好下 市场还是会继续寻找基本面较为扎实的板块 当前券商板块估值处于地位 优质券商业绩已经持续改善 今年将更多考验持续性 Win数据显示 2月14日 东方财富成交额 达人民币156.4亿元 位列A股第一 与公司股价同步跳水的 是旗可转债东财转三的价格 2月14日跌超13% 收于117.40元 深交所官网显示 从1月25日起 东方财富连续发布旗可转债 东财转三输回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2月11日最新公布的公告显示 截至2022年2月28日收市后 仍为转股的东财转三 东方财富将按照100.18元每张的价格 强制赎回 同时提醒 目前东财转三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 可能面临损失 中泰证券的研报指出 随着强熟日期的临近 大部分东财转三持有人 已经或准备于近期进行转股申请 转股带来的卖出压力将逐渐释放 陈定荣认为 机民持续赎回 会对核心成长股的影响越来越大 因为最好的股票往往放到最后才会卖出 2月10日 指南针发布公告表示 根据网信证券破产重整案 第二次临时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 管理人确定公司为网信证券重整投资人 陈定荣告诉巴文周刊中文版 该消息面对东方财富股价的影响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 相较于传统券商的周期股属性 兼具互联网属性的东方财富 一直更像成长股 陈定荣认为 东方财富的2C业务 在国内券商中是独占熬头的 而相关监管机构 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反垄断 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 随上述消息而来的是 在网信证券破产重整的过程中 竞争对手也逐渐浮出水面 东北证券在周报中指出 指南针若成功收购网信证券 市场将新增一家互联网基因券商 有望成为小东方财富 对东方财富而言 在市场和业务呈现减量 景气度下降的趋势下 同质化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意味着与牌照稀缺性高度相关的护城河被打破 陈定荣还补充道 除了指南针 东方财富未来还有可能面临其他的竞争对手 不过 东方财富的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变化 其业绩预告仍显示出上升趋势 公司预计2021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盈利人民币82亿元到89亿元 同比增长71.62%到86.27% 东方财富称 公司基金第三方销售服务业务基金交易额 及代销基金的保有规模同比大幅增加 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2021年度 公司证券业务股票交易量 及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同比大幅增加 证券业务相关收入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2021年度 公司营业总成本同比大幅增长 综合前述因素等影响 2021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而华金证券此前则认为 东方财富加添添基金APP 月活术遥遥领先其他证券类APP 公司业务模式良好 互联网机具庞大流量 赋予公司在市场向上市较大的业绩弹性 证券、基金、期货等牌照不断延展业务链变现 赋予公司交好的业绩可持续性 华创证券持续推荐核心竞争力显著 持续布局财富管理的东方财富 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东方证券、华泰证券、国泰均安 东吴证券此前在周报中写道 券商基本面和政策面与估值形成较大反差 券商盈利持续创新高 相对ROE已经接近前期牛市水平 但其估值仍处于历史估值底部四分之一分位 那么 在业绩基本面未改的情况下 东方财富的估值逻辑是否会发生改变 将成为投资者最大的疑问 陈静荣认为 在此次大跌之前 东方财富的股价已经反映了业绩预期 但一些看不见的风险因素 仍可能传递出悲观的看法 比如在指南针之后 是否还会有别的互联网企业拿到券商牌照 从而加剧行业竞争压力 风险的持续发酵 很有可能影响东方财富今年的股价走势 3月19日 东方财富将发布年报 投资者可对其业绩保持进一步关注